所谓得到多注是到寡注 自23日委内瑞拉国会议长胡安瓜伊多 自行宣布就任临时总统以来 美国第一时间站出来表示支持 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铁岸粉丝也纷纷响应美国立场 包括三驾马车英法德 也站出来要求委内瑞拉在八天之内宣布选举 如若不然英法德也将承认瓜伊多的临时总统身份 而美国为再次巩固瓜伊多的位置 提议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决定 27日英法德协西班牙对委内瑞拉现任政府下通牒 要求委内瑞拉在八天内重新举行新选举 如果马杜罗不下台 将承认反对派议长胡安瓜伊多的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称 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26日进行了 关于委内瑞拉选举投票的提议 该提议由美国提出 安理会最终以9票赞成,4票反对,2票弃权 美国的提议将再次被提上一程 显然美国提议举行投票旨在为瓜伊多拉更多的选票 为自己找更多的支持者 显示美国代表大多数立场 让美国在之后局势发展中有更多的话语权 但事实上自23日委内瑞拉局势加剧以来 很多外界声音一直认为美国从中挑拨异箭 不管是前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时期 还是目前的马杜罗 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反美态势 而美国为了拨出眼中钉 曾经不止一次的唆使反动派的发动政变 特朗普时期更是扬言会通过军事措施推翻马杜罗政府 那么瓜伊多的此次政变就是给美国绝好的机会 当然推翻马杜罗政府是美国在整个局势中所走的第一步 美国有着全球霸主的战略意图 从不断地往海外出兵 即往海外建立军事基地就可见一斑 虽然美国处于北美 但美国早已把整个美洲看作自己的后院 而委内瑞拉处于北美和南美的连接处 有非常广阔的沿海边境线 是部署军事基地的绝佳地段 也是美国向南美其他国家实施战略意图的挖跳平台 但是与愿为马杜罗偏偏不和美国友好 反而与远在欧洲的俄罗斯有一腿 在瓜伊多23日发动政变后 马杜罗第一时间表示自己当选符合宪法 瓜伊多是美国的傀儡 而俄罗斯和伊朗一些反美国家随即站在马杜罗一边 并向外界表示华盛顿支持的反动派 试图在委内瑞拉发动政变 这种行动势必会对和平构成威胁 美俄势力在委内瑞拉的对决 随着此次政变而拉开了架势 并且去年俄罗斯战略轰炸机到达委内瑞拉 受到美国防部的热烈欢迎 而且不止一次地向俄罗斯表示 欢迎俄罗斯在北境内建立俄罗斯军事基地 这引起了美国的高度敏感 自己的后院且能容老对手俄罗斯驻军 因此委内瑞拉危机的演变最终 还是全球两大势力的争夺 不仅体现在战略地缘的争夺 也体现在军事要地的争夺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点下关注 谢谢观看